微型电动二轮车因为环保又轻巧 不需要驾照 是许多人的代步工具 过去车牌只写上电动自行车字样 现在有新规定 11月1号以后购买的电动二轮车 必须挂牌才能上路 从2008年开始 大约有68万台电动二轮车 零有合格标章 由于肇事率年年攀升 未来都必须向监理单位领牌照 并且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 因为它只有多一个保险化 像是你有输入的话 到保险开始出领 新法令施行后 交通部将针对没有粘贴合格标章 或是未挂牌的电动二轮车 加强取利 为者罚款1200元到3600元 大约新闻蔡平李明华台北报导